大家好我是杰西 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 今天是6月25日的英文新闻 好呢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那有人可能想说 昨天的政变到哪里去了呢 好昨天的政变并没有成功 他们不知道怎么谈的 其实已经后来又往上接近末时刻了 但是呢这个Wegner的这个领袖呢 他们谈一谈就是最后呢 好像听说不确定 好普丁好像要给他很大的一笔钱 好所以呢他就 而且不会起诉他 然后他就跑到那个白俄罗斯去了 就侧兵了就离开了这样子 有钱好办事 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人造肉 好人造肉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for all of human history eating meat has meant rottering animals but scientists behind cultivated meat say that's no longer necessary they produce meat by growing cells extracted from an animal's body and today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gave its first clearances to sell meat produced this way 好那前面的话呢 这里的主持其实就是吃肉 eating meat 那主持一定要是名词 所以eat后面加暗句变成动名词 好 has meant 这是现在完成式 吃肉就意味着什么呢 屠杀动物 好那这里也要是名词 所以slaughter是动词 也是改成slaughtering animal 好那这一直以来 在整个人类的意识以来 从过去一直到现在 反正你就是吃肉 你就是一直你要杀动物对不对 好从过去到现在这样子 好但是 但是什么呢 科学家 好什么的科学家呢 behind cultivated meat 好 cultivated就是培养 等一下让大家看一下 那个肉是什么 也培养出来的 好 在培养肉 这个之后的科学家 就是发明这些的科学家 好说这一组词 然后这是介细词片 就说动词 然后后面是一个名词 只去到最后面的这个句子 that's no object 到这边而已 我花太长了 说什么事情 that is no longer necessary 这个letter指的是什么呢 屠杀动物 好不再需要了 is no longer necessary 为什么呢 laves就是科学家 动词produce 名词meat 他们制造肉 好 藉由什么方式 我们常常可以用 by 那这是介细词 后面讲动名词 藉由成长这个cells cells就是细胞 他们去让这个细胞成长 这个细胞是什么样的细胞呢 过去分词到body这边 是修饰这个细胞 quit were extracted from an animal's body 好 这个which is an idea worth is an idea 这个细胞呢 是从一个动物的身体中 提取出来的细胞 就去成长这个细胞 就可以长成肉 好 and today 然后呢 今天这是有点之前的新闻了 我一直要讲 一直没有讲 这样子 好 这是前几天 美国的这个农业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好 动词 gave its first clearances 好 给了他第一次 这个clearances 在这边指的是 核准批准的意思 可以怎么样 可以卖这些肉 好 什么样子的肉呢 又是一个过去分词片 修饰这个meat which was 生略掉了 好 这是被制造 怎么样 这样的制造呢 所以就是用这个 培养的方式 制造出来的肉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机器 很难相信 肌肉是在这里面 他们就把细胞放进去 你可以看一下那种 应该其他有那种 比较相似的解说 这就是一个肉工厂 然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肉放进去 就细胞放进去 然后让他培养 培养 培养 好 培养出来之后 我另外之前 我找到一个图件了 好 培养出来之后 他们就干嘛呢 整形 好 弄成你要的形状 这样子 然后呢 就 可以烹煮了 就是像一块鸡肉一样 这样子 然后就烹煮了 而且他 去试吃的人 说我这吃起来 就像鸡肉一样 有没有那个 因为他的结构 就是 他就是鸡肉 就是 很难以想象 大家会想吃吗 好 就是 对 然后 他们这个 已经像这个 昆明 然后这家公司 他就是卖这种 人造肉的 他已经就是都 你会看他弄得很漂亮 这样子 有没有他们的工厂 然后呢 你看这个肉 看起来是不是就很好吃 真的就像鸡肉一样 他就是用鸡肉 鸡肉的细胞 去做的 可以做出来各式各样的料理 这样子 大家愿不愿尝试呢 人造肉 不用屠杀动物 好难决定 好 大家可以想一下 好 今天比较简单 就看一下这个新闻 那我们可能明后天再继续收看 好的 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礼拜天收心 辛苦了 好 祝了大家礼拜一有新的 愉快的一个周末 好 谢谢大家 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